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蚂蚁金服暂缓上市 恒大中止与深深房的重组计划 一周之内 两大中国首富双双被重挫 释放信号强烈 蚂蚁推迟上市 多少员工财富自由梦碎 多少隐藏身份的投资者开始失望 财新网公开了蚂蚁尚未穿透到底的 显民股东较完整名单 里面的人物 普通人万万猜不到的 这份股东名单信息量巨大 新加坡持股7% 马来西亚国库3.56% 沙特和阿联酋各1% 加拿大3.28% 还有四大金融系 中金系 博裕系 春华系和云峰系 为了把蚂蚁绑上国家利益战车上 社保基金只分2.94% 中金2% 人寿1.29% 国内基金更是只有一点点 国有背景股份寥寥无几 中央电视台在里面还真是刺眼 给港台新泰澳的华人巨富股份 给美国加拿大法国私人股东股份 给国内某些私人股东股份 比如赵薇 李开复 李嘉诚 胡祖六等等 他们有些人偷偷通过自己亲戚带齿 动机不纯的来分享这场饕餮大餐 只要一上市 他们赚1亿 10亿 100亿 分分钟的事 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委员会 在2018年的C轮融资中 向蚂蚁金服集团的子公司 投入约6亿美元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 2017年9月 马云在多伦多举办的 Gateway商务峰会 当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安省省长维恩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 都纷纷为马云站台 可谓给足了马云面子 加拿大的入股 可能也是在当时的契机下谈定的 算是马云给加拿大人民的见面礼 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进行现场对话上时 马云呼吁加拿大企业 多和中国做生意 并称阿里巴巴就是通往中国的大门 因为在他看来 美国之前是加拿大最大的市场 现在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中国将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市场 马云希望加拿大政府 能够进一步帮助加拿大中小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马云而言 电商才刚刚开始 全球化也才刚开始 企业要存活 就要去抓住网络这个机会 他指出 欧洲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 主要是因为欧洲人的限制太多 对于保护隐私和网络安全过于重视 反而限制了互联网的发展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 相信与中国开展更多经贸合作 有利于加拿大的经济发展 并能够为加拿大人创造更多成功的机会 马云深知 无论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而言 阿里巴巴现在已经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 更要面对着颇多的挑战 他用胆战心惊 如履薄冰这种词语形容自己的心态 否则我们不可能要出那么多差 干那么多事 见那么多人 他坦率地说道 在广州出席2017财富全球论坛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与同为论坛嘉宾的马云进行闭门对话 特鲁多祝贺马云在中国成功推广加拿大品牌 希望阿里巴巴在加拿大多花一些时间 帮助加拿大更好的培育 运营和支持那些 想要通过阿里巴巴进入中国的中小企业 马云欣然应允 他透露 阿里巴巴将为加拿大企业 专门设计一个培训项目 不久之后 阿里巴巴还将设立加拿大办公室 并派驻一位负责人 2018年 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 和马来西亚当地合作伙伴 Tachin Go合作开发一款 无现金支付的应用 以供马来西亚人在中国实现 马上消费 对此 马云在采访中表示 蚂蚁金服将继续加强 与马来西亚合作伙伴的合作 使其成为现实 马云还指出 吉隆坡应该是一个无现金的社会 在与马哈蒂尔的会谈中 他告诉我 他对印度无现金社会的技术感到惊讶 正是阿里巴巴帮助印度发展了电子商务支付系统 PATEM 马云强调说 阿里巴巴的战略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开发 马来西亚的电子钱包和物流中心 据报道 6月18日 马云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进行了一场会谈 马哈蒂尔表示 马云在科技与全球化方面的超前思维正为马来西亚所需 阿里巴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与经营 能够帮助本地小企业从全球化中获益 马来西亚欢迎这样的中国企业投资 马哈蒂尔还表示 他将听取马云的建议 向中国学习科技产业与全球化发展 并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马哈蒂尔同时透露 通过阿里巴巴引入信息科技 在马云这样的中国企业家的帮助下 马来西亚可以重回他曾经提出的多媒体超级走廊 这一发展正轨 马哈蒂尔表示 阿里巴巴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能把更多机会留给马来西亚本地人 并给予当地小企业发展全面支持 同时马云也对马哈蒂尔承诺 阿里巴巴一直致力于推动帮助 马来西亚进行技术升级换代 通过阿里巴巴生态体系 帮助马来西亚小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马云指出 目前已有不少中国企业 都有意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 阿里巴巴此行正是代表中国企业而来 马云还指出 阿里巴巴迄今已在马来西亚投资6.9亿元人民币 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的首个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枢纽 同一天 阿里巴巴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办公室 也正式启用 2014年 中国工艺研究院发布的 2014中国捐赠百节榜中 马云位列首名 捐赠了价值169亿的阿里股权 而他的小伙伴蔡重信以价值72.4亿阿里股权的捐赠 位列第二 两笔捐赠均捐向新加坡 这笔捐赠约占马云股权的18% 蔡重信股权的20% 总共约占阿里巴巴股权的2% 且都放在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中 在国内做慈善都会被怀疑 更何况是在无法监管的海外 比起国内的巨额税款 新加坡最大的优点就是 股权转让不用缴税 但这一个优点就已经能帮马云 省下33.8亿的税款了 此次蚂蚁金服事件 让股民对马云的做法很恼火 9月份 几乎所有支付宝用户都收到了一条推送 为配合蚂蚁上市 支付宝独家代销5只蚂蚁战略配售基金 总募资600亿 比如每买一元就可以持有0.1元蚂蚁 并且锁定18个月 用自己的平台推自己的用户 去买自己的配售基金 这种独食行为是不是合法合规 暂且不说 但绝大部分人都没留意这个词 因为字体小颜色浅 10%以内配置蚂蚁股票 蚂蚁集团招股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持股5%以内的股东 是可以在上市12个月可以转让 但是支付宝上买的基金都是18个月锁定期 12个月割18个月锁定期的韭菜 这难道不是套路 也就是说 像李开复 李嘉诚 赵薇 还有许许多多马云朋友圈的人都可以提前跑路 很多财经从业人员都中招了 更何况那些没多少文化的大爷大妈 真正过分是马云演讲之前早就知道相关监管文件会出台 因为制定政策要经过漫长时间反复博弈 反复推敲 很有可能两年前就开始酝酿了 即使如此 马云还是要蚂蚁上市 还是一路绿灯 快得不可思议 假如舆论的说法是真的 那就太过分了 因为这种监管政策出台 对蚂蚁来说相当于巨雷 一上市炒到4万亿 直接会崩到2万亿 说腰斩都不过分 但是被绑架上车的鸡民股民怎么办 深度套牢50%以上 欲哭无泪呀 马云老说自己不在乎钱 其实老鸡贼了 分分钟把韭菜连根拔起 蚂蚁集团上市本身就带着问题 很多股民看不到 管理层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作为一家表面上金融科技 内核网贷的公司 然而 大家通过黄其帆的讲话 才被蚂蚁的杠杆是多大 都震惊到了 蚂蚁用30亿资本金 做大到3000亿放贷 加100倍杠杆 真是厉害 这种做法是不是美版的次贷危机 这是金融创新呢 还是钻了国家政策漏洞呢 更让大家震惊的是 之前很长时间 高层一直在研究 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 准备酝酿监管政策出台 而蚂蚁一直与政策赛跑 上市之路诡异的快 如果被他成功上市 政策一出如同巨雷 赵薇之类大股东先跑了 多少股民基金的资产被腰斩 这次决定给蚂蚁战车 踩下刹车的那个人 是个大功臣 值得股民感恩 甚至值得记在史书上 因为金融是国家命脉 金融稳定发展 是国家稳定繁荣根基 必须掌握在国家的手里 不能被资本家绑架 就算你是中国首富 也不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